哈喽,各位现场的同学 刚刚看完是我们精彩的这个片段哦 那还没有看过电影的同学 刚刚在看了片段之后 应该会有一些些 信念的感动也好 或者是有些疑问也好 甚至有些想要参与 就是这个行业的同学都好 欢迎大家待会儿勇敢提问 那如果你已经看过电影了 刚刚重温里面的精彩片段 有一些评论你会觉得 确定有连接度吗 或者说如果有看过电视剧 或者看过《皮鲤英雄1》电影版的朋友们 觉得他的故事的串联性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都欢迎大家可以跟导演 还有跟演员一起来聊聊天 千万不要害羞哦 千万不要害羞 好,我们要欢迎导演来到现场 好,欢迎夏俊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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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夏俊凯 好,来我们三位 还有导演手上的 他的新欢赵又婷 他金金搂着他 今天你导演跟叹叹 所有的同学问好 很高兴可以到你们学校来 跟你们碰面 也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跟你们聊聊天 待会不要客气 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 他就竟然提出来聊 然后赵又婷不能来 可是他很想参加 所以他叫我们的宝宝娃回来 这个叫做马克费尔 马克费尔 还有周又婷的味道 如果待会大家想闻 可以靠近来闻一下 好,来 当然是假的 好,来 阿姨,杰森 哈啰,各位同学 他旁边跟我打开 请等他三秒好不好 等他一下下 有了 哈啰,各位同学你们好 很开心 然后来到这里 因为台南我比较少来台南 我们记得我们痞子英雄的时候 训练有在台南训练过 然后那个是我最长的一段时间带来台南 然后台南就是有很多好吃的 所以我也蛮羡慕你们在这边一直住 可以住这么久 很开心看到你们 然后希望等一下提问真的不要害羞 你们就尽量问吧 好,不要害羞哦 好嘞 哈啰,大家好,我是修杰凯 然后有看过《皮鞋英雄2》的同学吗 请举手 哇 那等一下 不管是有关电影方面的拍摄啊 或是剧情啊 或是甚至你对于这个行业有兴趣 或是想要问我们什么问题 相关的 都一定可以尽量的发问 我们一定会尽量的回答给你们 谢谢 好的 那因为今天我们有满满的 将近有120分钟可以跟大家聊聊体验 我们让导演还有杰森还有修 坐着跟大家聊 好不好 现场同学大家不要害羞哦 第一题 有没有人想问第一题 好,来 是想问我们中午吃什么,对不对 哈哈哈 好,你问问题我就送你礼物哦 大家千万要把握机会哦 好,来,我过来 你说 你们总共炸掉几台车子 好,还要问导演的事情 问导演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总共炸掉了几台车子 哦,这个可以帅一下 英雄车为了飞那台英雄车 我们前面先摔两台 然后 摔一台英雄车 炸两次英雄车 所以这样是起来 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卡车炸两次 然后 整整车炸一台 对,然后救护车炸两台 救护车两台 就是桥上一台 隧道一台 网纳威秀炸两台 然后 现在几台 十三台 十三台 然后还有 哦,对 你有没有觉得导演在想答案的时候 跟你们在想考试题目的表情很像 他一直往上看哦 然后 是天花板有答案是不是 好,总共几台 将近十五台以上 差不多,将近十五台 所以你的意思是 是,觉得很舍不得对不对 每一台车都价值那么高 我最舍不得是那个 洆湞那台 隧道里面那台蓝色车 那是全新的 刚出厂 就送到我们手上 送了两台 还是三台在我们手上 一台车立刻来的就先撞坏 然后刮刮 然后板在那里 我说你们真的很舍 真的哦 那是全新的车 然后接着就把它炸掉了 所以 这些现实生活中不可以这样发生哦 好不好 只是电影而已哦 好,谢谢这位同学 还有同学有问题 好,来,我走到后面来 好,我非常喜欢你们大家的踊跃 不愧是台南高商的同学 让我觉得非常感动 因为刚刚我们比你们年纪大的哥哥姐姐都不敢站起来提问 好,来,你站起来请说 呃,我想问一下导演 请问要拍几集 想要拍几集 呃,皮星雄 意思是说导演已经拍了电视剧了嘛,对不对 也拍了皮星雄 1的电影版 也拍了皮星雄 2的电影版 您问有没有续集是不是 不是,她是问说你到底要拍几集 而且她说她说到底 有点不带她说 哼,你到底要拍几集啦 叫我去追 追到我叫十岁还在追你的皮星雄 嘞 呃,我必须要说 在我个人的胜养规划里面 痾,皮星雄2 应该是我在皮星雄系列的最后一个作品 我暂时不会再拍皮星雄了 哎呦,你有没有听到我们后面小女生的哀嚎 摸摸提那个还这样的 吼 吼 你屋里要干嘛啦 呵呵,舍不得是不是 哥,但是我不反对别的导演接手拍皮星雄 因为我后面还有很多的想法和计划 我没有把一支屏留在这里 所以我会把皮星雄交给别的导演 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 那我很欢迎他们接着继续拍 但是我自己个人可能 短时间内不会再拍 是,我们说不定会交给未来另外一个导演 就是说在导演右手边的那一位 好,请赵又廷先生接手导演的导演 以及做导演导演影 好不好 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 好,来,这边 来,很可爱的这个刘海 刘海谁帮你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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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电影第二集 整个就是拍摄跟后制 全部花了多少时间 花了多少时间还多少钱 时间 时间 从拍完之后吗 还是说你只需要问后制 全部 从拍摄到后制 整個完成花了多少時間 不含籌備跟劇本大概一年半 從拍攝五個月後期八個月 然後再加上宣傳 差不多一年半 一年半的時間 所以覺得很厲害對不對 謝謝 我們這邊的同學請說 拍攝部影片 然後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地方 有聽到嗎 有 就是 這一個 這困難的地方你是要問兩位哥哥 還是要問那個阿伯 當然是阿伯 他要問阿伯啦 他是導演阿伯 請問你覺得這個電影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呢 學的像不像 請問你高級啊 高一 難怪聲音是這樣 有沒有高三的 來我們聽聽看高三的聲音 高三就不要高三 高一的妹妹先問 最困難的地方是 特效 我們所有的退效場面是我們遇到最大的困難 因為我們要完全創造一條 不存在的跨海大橋 高速鐵路在海上 然後我們要把高鐵搬到海上 然後我們要造一條雪山隧道 然後還要把它們統統炸毀 然後再弄一個摩天大樓 還要弄戰鬥機 所以這些特效對我來講都是最簡單的事情 你有在聽嗎還是你在打手機 好好好 你在關手機好乖 那我們也讓坐在那邊跟兩個哥哥回答一下這個電影他們覺得最辛苦的跟困難的地方好不好 先請戴帽子那個哥哥 因為他覺得你的教室的燈有點太會太亮刺眼 所以他戴帽子 也不是 因為我早上來不及弄頭髮 對 然後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應該是武術的部分吧 因為有非常多動作的戲 然後畢竟台灣拍動作片的類型的電影跟電視比較少 所以很多事情是我們比較擔心自己會做不到的 所以其實花了非常多時間在訓練 然後在拍攝的時候現場也是比較辛苦 拍攝起來比較辛苦 那動作系的部分是我覺得比較困難的 是 而且動作系的部分我們請傑森幫我們介紹一下 訓練你的動作這些非常厲害的 我們是從哪裡延覽過來的非常厲害的老師 動作指導的話我們是請美國的動作指導 然後無數指導也是 美國的動作指導是Jagel 是那個 晚命關頭 晚命關頭屋的動作指導 然後RUN是我們的動作指導 他其實在CSI這些影集裡面也有出現過 然後他本身也是學武術的 所以他 他其實是精通各種的武術 所以你在電影裡面看 像我跟修傑凱 我們兩個人雖然都是特種部隊 可是我們的屬性不同 我是來按的 他是來明的 所以我們兩個的招式就會不一樣 這是我們都會選不同的招式 對 所以Jagel哥哥都是來陰的 我來陰的 好來這邊的同學有沒有問題 好來你說 請問你這一片是要幹嘛 簽名簽在這裡 簽在枯葉上 你要給誰簽 我都要哭囉 我們應該是要生氣蓬勃的一片 才在拿一個枯的來 真的有告訴我 說這樣 來請起立 來請說你有什麼問題 武打是要練肌肉嗎 你說什麼 武打是要練肌肉嗎 武打是要練肌肉嗎 而且肌肉如果穿著衣服是看不出來肌肉在哪 對不對 你是說什麼肌肉 吃的吧你 動作系其實是一定要有一定的身體的數值跟條件 所以我跟說我們在開拍前我們就已經訓練了將近三個月 那這包含了軍事訓練 然後無數訓練 還有包含了就是我們體能上需要去做一些健身啊 需要去做很多的有氧 那這些是 當然就是你除了你拍攝過程中 你不可能會有時間讓你一直維持在這個狀態下 所以你必須要做好很多的充分的準備 那再來就是你身體條件是數值是夠的時候 你在拍攝過程當中也比較不容易受傷 我覺得這個也是對演員的一種保護 好的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這個問題先讓高三的學長起來問問看 看他們剛剛的尖叫聲這麼踴躍 代表他們的問題一定很有深度 來高三的坐哪 好來請放下 鼠高三看這一間舉手 右手 好來你最先 好來請說 要很有深度的問題喔 就是因為我看你們那個東西都很大然後就炸掉 對 什麼什麼 什麼東西都很大 什麼東西都很大 很大 喔就又很大 就是都是建築物橋什麼的炸掉 那有沒有在哪一場是 如果會不會怕沒有炸好的話要再重拍 喔懂了 它的東西指的是Building建築物不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對 對對對 南區分局也炸掉了 然後那個雪山隧道也炸了 然後橋也炸了 怕不怕說如果沒有拍好要再重蓋一個再重炸一次 是不是 好 我們最怕的應該就是南區分局 因為南區分局是一個真正的實體的建築物 就在江岸碼頭旁邊 那它要炸掉只有一次機會 因為我們用了相當多的大量的火藥 跟真正的炸藥在這裡 然後那一天是很嚴肅 必須要很嚴肅的一天 因為它是真正實體的破壞性的魔藥 所以我們四周圍安護了總共九台攝影機 那只有一次機會炸完了就沒有 所以那個算是我們最小心謹慎的一次 而且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考量 好 來再給高三學長解一下機會 好來 等一下放下 好 白色衣服這位學長 導演你好 然後我想要問的問題 好乖喔 你叫什麼名字我看一下 你叫連簽欸 還是簽連 連簽 難怪這麼有禮貌 謙虛的簽連 站著連 我想要請問就是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 未來過後是不會再拍 就是續集 那 那如果就是以未來規劃來講 如果想要拍的東西是一種 就是 真正有可能不會賺錢 或者沒有市場 甚至會賠錢 甚至說已經就是跟 倫理那種東西扯上關係 然後可能被禁播 或者說 沒有 你只是戒嚴實質的電影 都被禁了 可能就是不適合播出 或者說怎樣 那你會 堅持起來想要拍這樣的東西嗎 就是 為了自己的信念來拍 還是說 還是會考慮到 設置成本 呃 呃 這裡有一個東西 必須要講 我的 我的信念是要拍 呃 很商業的東西 呃 我的信念是要拍 跟觀眾在一起的 電影 呃 所以 可能比較不會遇到 你說的那個 呃 進播 進演 或者是 對 因為我是一個 我不是作者論的創作者 我比較 這些年我比較想做的是 商業電影 商業電視 或者是想製造一些產業 或者是能夠讓我的作品 跟更多的觀眾接觸 所以 呃 呃 我很堅持我的信念 要繼續往這條路上走 只是我的信念 呃 比較不會被禁播 對 但是 賠錢可能是有的啦 你想我這一次 比金雄拍了 六億三千萬 回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對 但是信念就是很重要 我們會繼續往下做 哦 把麥克風交給兩位演員 哦 同樣的問題 如果今天要求你演一個 會被禁播 會被禁演 會被打馬賽克 會跟你的禁有關 甚至跟動物扯上關係 演還是不演 周辰 有片酬嗎 有片酬 但是不一定 可以讓你回本去看醫生 拍完瘦瘦 那我會好好考慮一下 我覺得其實 最重要 以一個演員的身份啊 那我不曉得在座 有沒有人是想要 以後也走同樣的圈子 那如果有的話 我可以提供一些我的意見給你們 就 以我個人演員的身份來看的話 我會蠻看本的 劇本對我來講 是一個蠻 蠻需要去好好的思考的一個方向 因為 其實劇本 就是代表你是呼吸的走向 然後也代表一個人格嘛 所以 如果說真的這個劇本裡面 會有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課題的話 就是在南非的大草原上 發生了這一切 那也是蠻不錯的 因為從來我想 真的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我想後面不會有人繼續這樣接下去 拍這種東西了 所以 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在人生的 履歷表上 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一個 一個東西 有時候 我曾經被犀牛追著跑這樣 好 把麥克風再交給修傑凱 一樣的問題 因為你在這個演藝圈當中 18歲到現在已經31了 已經經歷過很多不同的角色 不管正的 鞋的 但是如果今天的戲 是能夠跨越性別 跨越國籍 跨越 費份 揭痕 我 對 我要看 也是看劇本 跟這個團隊的信任度 因為我覺得 要信任一個團隊是很重要的 我可以全新的 我當然是可以接 但是這個環境要讓我 百分之百的信任 好 百分之百信任他就會拍 好不好 請問你們是什麼科系的學生 廣告 廣告 廣告設計 如果有一天 你們設計的廣告 會被禁播 對啦 我們設計還怎麼設計 設計 設計 太好了 我們特別來到了廣告設計器 那如果沒有錢拿 你們會設計嗎 設計 因為愛 說得好 因為信念 對不對 謝謝連簽給我們這麼棒的問題 讓大家有那麼多的共鳴 還有誰有問題 好來 等我一下 好的 謝謝你們這麼踴躍提問 年紀輕就是不一樣 很有活力 你在哪裡 好來 好可愛的髮帶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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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覺得 最近有一些問題會比較敏感 就是 比如說兩岸合作之類的 有些人會說對岸好就是好到有錢人跟明星 就是你們對於合作跟有沒有好到之類的兩岸合作有什麼想法嗎 兩岸合作是不是 好 這個請導演來回答一下 兩岸合作 兩岸合作我覺得是一個必要的事情 而且事實上沒有大家想的那麼的可怕 或那麼的嚴重 而且現在其實是大亞洲市場概念的一個時代 我們一直努力在做的也是這件事情 從流行話語開始 就是一個所謂大亞洲市場的滑流概念 大華語市場是一個共通的一個思維的邏輯 那我覺得台灣更需要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必須要走出去 我必須要有更寬闊的視野 我們要能看到這個世界除了台灣還有很大一個地方 不只是針對所謂的大陸 它在日本在韓國在香港在東南亞四國在印尼 都是有很多華人的地方 我們應該真正的放寬這個視野的高度 到達一個可以看到全亞洲的地方 我們來想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們來想我們應該去的地方 我們才不會一直把自己局限在一個 比較不夠開闊的一個想法裡頭 我們可以考慮到更多的觀眾 我們可以考慮到更大的市場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故事告訴更多的人 我覺得這些是好的 合作也是必要 而且這個融合 我覺得我們是 我們沒有任何政治立場 我們應該要跨過政治的界限 跨過這些所謂的 各個政黨之間所教育我們的仇恨、敵對 我們是一幅化創作者 我們傳遞的是情感 是像你們說的是愛 是精神是態度 我們應該要更寬的一個視野 來面對這個世界 所以我覺得 不管跟大陸合作 跟日本合作 跟香港跟韓國 我覺得我們應該拿掉那個界限 做出一個真正叫沒有界限式的華人電視 或者是沒有界限式的華人電視 有朝一日 我們就真的可以在整個大亞洲市場 擁有一個很好的空間跟環境 對我們的下一代也是一個很好的發展 各位現場的小朋友應該都是18歲以下對不對 你看你們都小我們 18 18對不對 有些人都不到18 你們都小我們幾乎超過兩輪到三輪以上 就千萬千萬不可以再有剛剛 或者是你們心裡面放在一個人會覺得說 很多事情要有局限 剛剛導演阿伯說的這句話就是 要把視野高度拉到一個不一樣的境界 而不是局限在說 我為什麼要跟誰合作 他對我不好 我為什麼要對他好 不是 因為你們都是 我們小時候都什麼未來的主人翁嗎 你們已經不是未來囉 你們是現在開始世界掌控在你們的手上 因為你們很多未來都是我們的老闆 有很多可能是未來你們要設計我們的廣告 甚至有可能你會叫周成或者是Jason擺出你想要的知識 設計出來適合他的廣告 或者是你會成為蔡月薰導演 他下一部電影的廣告設計者 所以千萬像剛剛導演說的 不可以有任何的局限 文化跟愛 才可以讓這個台灣更多的更棒的這些精髓 能夠讓全世界看到 好不好 還有下問題 好來請說 為什麼你們這一批的裙子都這麼短 故意的了 好來請講 我想問演員們在拍戲中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 演員們台上三位都是演員喔 導演有演喔 沒關係我給你一個電影票 你進電影看就知道他還在裡面一點是什麼 他那邊有肉肌肉 他那邊還有很厲害的橋段 好來請三位演員 我們從這個修傑和哥哥先開始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拍皮精神2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部分 印象呢 其實每一個場景跟每一場戲印象都很深刻 其實不只這部戲 因為從一開始出道到現在的每一部作品 其實都會有非常多印象深刻的戲 我自己從以前到現在拍攝過印象最深刻的 應該是跟導演第一次合作 我們楊四涵的時候 那時候 其實我以前一開始進來這個行業 因為我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然後我也不是喜歡這件事情 我前兩三個月我都是非常痛苦的在度過的 因為我每天都很沮喪的回家 早上就是還假裝很開心的跟導演打招呼 那你可不可以現場演一下 假裝很開心的跟導演演打招呼 我現在跟導演已經就是沒有辦法像以前那樣子 沒有以前的敬畏了對不對 對對對 我現在都爬到導演頭上 我以前不太敢靠近他的 真的真的真的 雖然他對我們都很好 但我就是會害他 然後導演其實常常在教我很多戲的時候 他就說你一定要認真演 如果你不認真演 你也一定會後悔 我說屁勒 我現在只想回家啦 只想快點回家 那時候不懂 真的不懂 然後真的長大之後 再去回去看 你就覺得哇 那時候真的想把當時的自己就是一刀子 這樣真的會看不下去 然後我記得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跟小慧姐在動物園那場戲 就是你希望我笑著哭的那場戲 就是從那一顆鏡頭開始 我喜歡上表演 我喜歡演戲 因為導演覺得我可能做不到 他給我一個很難的課題 然後希望我可以去做到 然後他只有一顆鏡頭 我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 但是我就說好我試試看 結果我真的去試了以後 我發現我做到 在那一刻當下 我就真的喜歡上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個鏡頭到現在 那個感動對我來說還是很深刻 明陽四海可能在播的時候 有些人才兩歲 對 有些人還沒有上幼稚園 你們可以去上網 Google一下明陽四海這部片 因為這部片 導演拍完說他到現在 在看這部片 他自己都會掉眼淚 所以歡迎所有的朋友們 可以去感受一下 來 Jason 印象最深刻 對啊 就是跟邱講的一樣 每一部戲都會有每一部戲 印象深刻的 那拿痞子英雄來講的話 我想 以一個動作戲來講 動作的部分 對演員來講 會是最印象深刻的 因為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在訓練體驗上 那我可以稍稍微跟各位聊一下 花了多少的時間 在一天內 我們一天 從早上到 真的到晚上 從頭到尾都在訓練 八個小時 接受不同的軍事訓練 武術訓練 體能訓練 那這些東西 為了就是要讓你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能夠更精準的 然後能夠看起來更專業化 那專業這個東西是 你可能平常沒有接觸過的 好比說 以我的角色來講 我就是一個殺手 那 我 因為了這部戲 所以體驗了殺手的人生 這個比較有趣的地方就是 因為演員就是你可以一直 不斷體驗不同的人生 那 這也是我很有興趣的地方 那 我會對於 不同的人生 感受到 只是會有不同印象深刻的事件 我覺得這個還蠻有趣的 如果在座 如果真的有想要當議員 或者是幕後的工作人員 其實你也可以有一個 等於是 對呀 多少了解了 其實對你們都會 未來會有蠻大的幫助 我們來前面調查一下 看《痞精雄2》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 有些同學都已經看了 請問 有看過痞精雄電視劇的情緒獸 真的假的 你們都說是 國小吧 對不對 已經國中了 有些國中有些國小 有看過痞精雄一全面開戰的舉手 嗯 也有這麼多人 所以他對你們是了解的 那我看痞精雄從電視劇一直到二 你覺得 呃 馬曉明 黃世凱 以及 TD跟陳諾 覺得他們演技有大躍進的請舉手 沒有舉手就覺得都一樣 是不是 那他們會哭喔 他們很努力在演 還是覺得以前就演得很好 你太拍馬屁了吧 這個演的 是不是 因為在裡面的馬曉明跟黃世凱 因為導演是倒回去拍的嘛 就我認識的他們 因為從皮精雄電視劇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們的演出 青色跟導演的指令 這樣要狠 就會狠到底 一直到皮精雄二的演出 兩個人在對打的時候的眼神 就是還有這個 比如梅雨之間的那種 或者是嘴角尖 可能有時候是帶點笑 可能有時候帶點恨 有時候帶點無奈 我覺得如果你是喜歡表演 又或者是你很研究很多電影細節 以及你很喜歡皮精雄的朋友 你們可以好好的再重新回味一下 導演給他們的指令 他們怎麼達到導演給他們的要求 所以希望從還沒有看的朋友們 把握時間把握機會喔 好 這個問題我想 要不要請 子余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超酷的 你是看完一皮精雄電視劇 你就跟我們一起看了 對不對 你喜歡嗎 喜歡 那你覺得 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問導演 還是要問Jason 還是要問熊 都沒有 那未來我們可不可以有機會 辦慶功面的時候 也邀請你來好不好 跟我們一起 因為我聽說你會畫畫 對不對 那你可不可以 將來有個機會 畫一個很Q版的導演給我們 因為他在裡面的藍希恩 他有點討厭 希望透過你的手 畫出更可愛的他 好不好 好讓大家知道導演 是一個非常善良 而且很堅持的導演 就跟你一樣 好不好 謝謝你 好 還有什麼問題 好 這麼遠 好等我 舉手的那個黑色衣服就是說 他覺得 黃思凱跟馬曉明 不管任何時候都演得很好的 我要知道你的原因在哪 只因為單純喜歡修傑凱 是不是 所以他做的一切事情 都覺得是對的 好來 請說 我想要問的是 電影裡面劇情的 就是 電影裡面是演電視劇的前傳 對不對 那當初 趙又廷已經在2裡面 跟黃思凱有交手過了 那為什麼電視劇的時候 他看到他在 南區分區前面賣瑞狗 沒有認輸他 算了 來 送你一張 也有認真發現 我特別在馬曉明出場的時候 讓他戴著頭盔 仿風 父母鏡 黃世凱 黃世凱出場 跟吳俞雄第一次相對的時候 他是戴著所有仿具 那個是不太容易辨識出他原來的樣子 當他開始對打之後 他頭盔掉了 他還是維持那個 父母鏡 他面對時間最長的就是那個瞬間 在之後他們就沒有機會 再認真的面對面過 然後黃世凱整個 拿所有的父母鏡頭拿掉之後 就沒有再跟吳英雄打過照片 只有夜晚的那一個瞬間 然後塗著那個鐵柵欄下著雨 所以在我們的設想裡面 我們是希望他們能夠見到面 但是 因為我們刻意利用很多的東西 去屏障他們 讓他們沒有接觸過 所以吳英雄並沒有完全記得 馬曉明的樣子 而且吳英雄 那天在微博回訪談 他就有人問他同樣的問題 他說 你一定記得你這輩子 所有看過的人的臉嗎 而且他們接觸的時間非常的短 所以基本上我們認為是 他是不記得 但是他在電視版這裡記得嗎 他第一次看到他之後回來 他就 請人家去調查他 因為他對他有一點點懷疑 但是馬曉明我相信他是記得 這個警察 在黃世凱的心裡面 他是認識這個警察 所以我在想電視版的那個 思維是反過來 就是 吳英雄並沒有真正 直接想起這個事情 但是馬曉明是知道 他就是當年那個 跟他一起打仗的那個警察 好 希望能夠解答你的疑問 因為這個問題很多人 我們在看完電影之後 都會有跟導演提出這樣的問題 好 艾文有問題 好 來我們這邊先 請問你拿著照唱機 原因是 要捕捉導演的特寫 對 好來請起立 好 我想要問 導演 導演 就是說 你們是從什麼時候 開始有 想要成為現在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當你們在決定走這條路的時候 然後 你們有曾經像 父母 談 談論過 然後 他們有表達支持 還是 還是 覺得 不好 等一下齁 你叫什麼名字 陳久穎 是不是 陳久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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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久穎同學 非常好 來海芬姐姐先送你 你這個問題喔 是我們剛剛啊 在昆山技術學院 我們提出來問那些大哥哥 大姐姐的問題 居然你 會把這個問題問向導演 還有兩位哥哥 我覺得非常好 代表你自己思考過了 你未來要做什麼對不對 你想做什麼 我想當一個畫家 你想當一個畫家 但是卻背著照相機 那你未來當畫家的時候 髮型演戲要這樣子嗎 對啊 畫家不好的難怪 都QQ的對不對 跟導演一樣 導演出來也都不弄頭髮的 好 我們把這問題回問給導演 還有兩位演員 好我現在要來回答 我很幸運 因為我的家人 沒有太反對我做演的這件事情 那我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瞬間 我就認定說我想要演戲 因為我其實以前在學生時期 我不是一個很優秀的學生 我功課不好 我很喜歡運動 那在學校的表現就是像一般的學生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突出 然後也從來沒有做過明星夢 也沒有想過有一天可以當明星 然後可以演戲 其實我一開始跟我家人說 有蔡英俊導演要找我演戲 他們說 怎麼可能 就是說我在幻想 就是說 我是不是自己在那邊想太多 然後會不會是遇到詐騙集團 或者是被騙說要去幹嘛幹嘛 但是真的 真的真的 那個時候 我不知道現在流不流行 那時候很流行 是交五千塊拍宣傳照 然後就可以計點一圈 現在會有這種東西嗎 請問有人被騙過 拍什麼廣告的宣傳照 之後都沒有再找你們的嗎 你有是不是成功你 你有被騙過對不對 對 我們那時候很流行耶 就是在路邊 然後直接問你要不要聽 就是進來拍廣告幹嘛的 就是我那時候以為是這樣子 但我真的很幸運 遇到了導演 然後教了我怎麼演戲啊 很多 很多對於表演上面的東西 那其實這一條路很辛苦 因為中間會有很多挫折 很多 你沒有辦法想像的痛苦 就是 你沒有辦法跟太多人分享 你的不開心 你的挫折 你可能只能讓人家看到你開心的裡面 這個東西其實是要自己去調適的 那 只能靠著 我自己的信念是覺得 我沒有去試過 我不想承認我自己做不到這件事情 那我也是用這個力量一直在維持我自己 為什麼會繼續在演員圈做演員這件事情 好的 這是修傑凱跟大家的分享 來 Jason 我高中的時候在國外念書 然後大學也是 然後我是畢業之後才回來台灣 但我從小其實就有表演瑜 我是喜歡表演的 是很對這個是有熱衷的 只是說我爸媽他們比較保守 所以他們並不支持我走這一條路 他們覺得說你既然 因為我是念字工的 所以你就是找一份合適的工作 或相關的工作 然後你就這樣去做就好 然後有一份穩定的收入 因為其實這個行業收入是非常不穩定的 所以我爸媽一開始是非常反對我入這一行 但相對的 其實說他們反對嘛 他們只是擔心說你走這條路會很辛苦 可是其實真的每一條路都會很辛苦 但可愛的是其實在我錄行過了 我拍了兩三部戲之後 我發現我爸媽他們都是 在每一次播出的時候 他們是會準時收看 雖然說他們說很辛苦啊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你要講 好好好好 但他們其實都是默默在支持你 這是我感到非常窩心的地方 所以我很開心 我的家庭是這麼可愛的一個家庭 因為演藝路這條路是真的不好走 其實不只是目前 幕後也非常非常辛苦 因為各位其實如果你們讀廣告設計的話 其實有的公時是非常長的 台灣的公時又是特別長的 所以其實每個同學你們就是要有一些心理準備 可能會很苦 但是如果是你們喜歡的 就盡量放棄去做 就是勇敢去追夢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們能夠有那個勇氣在的話 很多事情再怎麼困難 它能夠迎而而解 導演 我比較特別 因為我是家傳事業 我父親也是知名導演 所以我要進入這一行 變得非常的容易 而且我很早 我大概在國中就決定了 我這一生就是要投入每一個工作環境 做一個幕後創作 做一個導演 從來沒有懷疑過 已經三十幾年了 就一直堅持這個信念 一直往前走 那我父母一開始並不是非常的贊成 因為他們知道環境太不好 那他希望我們能夠去念書 做各式各樣的事情 就是不要來拍戲 他總覺得拍戲太辛苦 對我們來講其實有更好的選擇 可是我覺得可能是遺傳 可能是學習 也可能是一種使命感 我這一生從來沒有改變過 我的企圖型 從十三歲到現在 我四十七歲了 這三十三十五年 三十三年來 沒有改變過這個志向 一直到現在 我想還會繼續下去 好的 還有一位同學有問題 因為我看到有些同學在睡午覺 對不對 吃飽 等一下喔 馬上來 好 來 請說 是啊 這是你 好 來 站起來 好 來 舉手以後要問什麼 好 你要問什麼 就是演員在拍戲的時候啊 如果有受傷或是生病感冒 對 如果演員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有受傷有生病有感冒 那要怎麼辦 是忍住還是要去看醫生 還是讓他醒就幾歲 感冒趕快去看醫生啊 不要忍啊 對不對 感冒要趕快去看醫生 因為也怕傳染給其他的演員 沒有啦 其實拍戲的環境就是 你可能以後 我覺得 因為我本身是 畢業完之後我有先工作過 所以我知道一般職場上面 他的習慣是 你如果真的非常不舒服 你還是可以請假 但是 這個全身是沒有請假這件事情的 也就是說 你隨時都可以讓你自己保持在一個 非常健康的狀態 那 那 外面是要炒翻天嗎 對 外面是暴動 然後 冷靜 好 所以 其實 這個行業算是比較特殊啦 因為 你隨時在工作的環境上 不只是你一個人為主 一定是有很多個人 然後大家是一個團隊 所以你必須要想辦法 適應每一個人的步調 加上 如果你今天請假了 也就是必須要另外一個人來頂替你 演員上是不可能會有人頂替你 除非 有一個人真的長男跟你非常像 非常像 非常像 那他去幫你演就好啦 要你幹嘛 對不對 所以對 演員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 好 希望能夠回答你生病的問題 像今天秀傑凱就是感冒是不是 對 我們就強迫他趕快吃藥 因為他一定會嚇過我們 好 好來 等一下這邊來 放手 不是放手 手放下 好來 後面那個穿那個 曾智山還是外套的妹妹 來 外套外套 你怎麼可以穿便服 什麼啊 他說還沒有發外套 嗯 就是 都是 都是什麼啊 不要緊張 你知道你現在在哪裡嗎 嗯 什麼 可不可以請 那個 前面三位演員 再重 就是 表演一下電影中的武打片段 是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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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這邊要有一些場 今天要想要再能打 表演武打動作有點難啦 因為那個畢竟是套好招的嘛 對不對 你要現場三個打一個 兩個人 兩個年輕打一個老的 這樣對他不好用死 但是我們不要真的打 我們至少站起來可以有一些動作 讓同學看一下好不好 對 這個 其實人家這樣 呃 你們知道戴力人嗎 真的 戴力人 常常有 比如說做宣傳 大家都說 欸那個戴老師 你那個前場演一個來看一看 戴力人都說 表演是一個嚴肅的工作 也是長耍 不能都隨便做給你們看 是 對 因為表演其實是這樣 它是必須要有很多的 防護的設定 然後很多的準備 然後 而且 表演是一個極端受尊重的工作 對我來講 最少對我 我是個非常重視表演 我是 不准現場任何事情干預表演的導演 所以 呃 我也很少讓我的演員在 除非這種 呃 臨時的 除非這是舞台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一個舞台的教學 我們就會 呃 做了這樣的一個準備 有表演的企圖 那如果在毫無準備的狀況之下 其實 看起來會有點像猴戲 其實是不好玩 而且是沒有意思的 反正就 除非我們是黃柏 對他就很厲害 但是舞台經驗超強 他什麼都會 下次黃柏來 我叫他們集齊唱歌給你們聽 好不好 謝謝你們 其實剛剛導演 北北講的這個重點 不是說要打槍這個同學的提望 而是要告訴大家 就像是你們未來的廣告設計 你們現在所學的一切都是一樣的 它是一個很嚴肅跟很神聖的 屬於你自己的工作 如果 就像以前我在當飯團配音的時候 我走到哪 大家說 欸你還用飯團聲音講一下嗎 目前還會乖乖說 欸大家好我是飯團 他想說 我為什麼常常要這樣表演啊 因為代表 把我當成一個很隨便的工作者 所以你可以隨便cue我 隨便要求我做 你們想要聽到的東西 可是這不對的 就像如果我很尊重你們 我不可能說這位同學 第二排的第一個 來你站起來畫一個圖給我看 我不可能這樣要求嘛 對不對 因為我尊重你們學習的表演專業 或者是你們現在學習的廣告設計專業 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那個妹妹的問題 我們也不能辜負她的期望 對不對 至少我們倆會躲個站起來 讓她拍個照好不好 對不對 帥帥的站起來嘛 讓她們感受一下 要成為一個很帥的男子漢 所要具備的眼神跟體型 對不對 那我們只能說導演 對不起 我只能說 導演 借過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是年輕人的時代 你去旁邊坐旁邊坐 來來來 我們只要一個小動作就好了 好不好 讓他們看一下 對 就是一個 比如說你們兩個開始要對打之前的一個準備動作 讓他們拍個照就好了 好不好 你們也拍的同時 要想一下你們的鏡頭拍完之後 如果今天就是要你們拍 跟你們設計 今天 不管是黃世凱的角色 不管是 承諾的角色 拍完之後 你們怎麼樣設計這個海報 怎麼樣設計這個廣告 這是我們給你們的功課喔 那她呢 我們就請阿伯抱一下 不要擋到你們 好 來 來 準備囉 3 2 1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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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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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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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都還是我跟莫可倫恆自己對達 好 來稍等一下 這兩位同學你們請起立一下 這兩位就你們兩個 來請起立 眼鏡不用拿下來 眼鏡戴起來 歡迎看不到同學 好 來你們轉過來 面對你們的同學 我們來重新詮釋一次 剛剛你們聽到這個訊息之後的反應 準備好了喔 你們要考我們演技 我們要考驗你們兩個的演技喔 剛剛導演說 那麼難的動作 對於我這個將近50歲的人來說 你們的反應是 蛤 50歲了 考不誇張 你們是覺得他超過50還是不到50 或者是30 我的媽啦 以後才認識導演定居在台南高山旁邊 我跟你說 每天早上都來 或者說大家覺得我欠的幾歲 太會說了嘛你 我還以為30多呢 嘖嘖嘖嘖嘖嘖 你這樣怎麼樣 你爸幾歲 38 天啊 爸爸才38 你爸爸才大我一歲 我的媽呀 你爸爸怎麼那麼早生啊 太誇張了 有爸爸不到40歲的舉手 爸爸現在不到40歲的 還是忘記爸爸幾歲了 太誇張了 爸爸才38耶 爸爸才38 爸爸你爸爸20出頭就生你喔 欸 還是你忘記爸爸到底幾歲了 現在短頭髮去給爸爸 那個10年前是30歲 對啊 然後我還說爸你現在幾歲 而且爸你叫什麼名字 好來 這邊的同學 有沒有什麼疑問 好後面那個短頭髮的同學 稍等會一下喔 好的 來 請 請 我想請問一下 拍完痞子英雄二後 之後有沒有什麼 特別想完成的計畫或目標 哇 這個問題很大喔 拍完痞子英雄二之後 你是只是要問導演 還是兩位演員都想問 他們未來的計畫 只要問導演 所以兩位就先不管 先不管他們未來要幹嘛就對了 就差不差你去死了 我只問導演就好了 好來導演 沒有一個 我 我 雖然暫時不拍痞子英雄 但是因為我後面有很多 關於 電影技術的革新的一些計畫 我們也希望能夠跟 更強的特效公司合作 我們希望能展開一場 華語電影的工業革命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跟那個 那個叫紐西蘭的那個 絕代星球的特效公司 彼特傑克森的公司 叫做Vita 我們想辦法取得跟Vita的合作 請他們到台灣來協助 我們拍攝一個新的東方奇幻電影 不是古裝的 大家聽我講東方奇幻 都會以為是古裝電影 不是一個現代的東方奇幻電影 那同時間 我們透過跟資本小學館的合作 我們也會在台灣開拍華語版的 聖夜食堂 好好喔 然後我們 那會在台南取景嗎 台南那麼多好吃的 我們會引進一些台南的 濕濕的技術到戲裡面去 太棒了 各位同學 有沒有想加入演藝圈演戲的 有沒有現在趕快舉手了 真的 讓導演看起來的臉 適不適合演 聖夜食堂裡面一些很怪的客人 太酷了 所以這是未來導演的計畫 好我們再問一題 我手上還有最後一張的電影片要送 我們來期望一下我把 視照眼界要拉到一定的高度 才能看到你們 YES 好我看到 一個長頭髮中分的同學 中分好多 中分好多 對不起 好的 來 這是你 勇敢的告訴我們 欸為什麼有人手一台相機啊 這是學校規定的嗎 我剛剛是攝影課 來這個送你 好請問 就是 因為劇本很重要 就是一部戲裡面劇本是最重要的 藍圖 然後我想問一下就是 導演你在 就是 你們在那個團隊在討論劇本的時候 是有哪些人有參與 然後 當你們意見不合 或是有些橋段有各自不同的想法的時候 你們是怎麼樣去討論出 或是爭取到一個 比較好的表現方法 然後 就是 就是特效 就是導演你會參與剪接 或是特效的部分嗎 太好了 你問你好專業 讓我看一下你的名字 可以把你的髮絲剝開嗎 你沒有名字 為什麼他會被趴是不是 你是沒有什麼名字 那你叫什麼名字 叫 沈家井 啊叫沈家井 討論劇本的過程非常的繁複 那我們都會有 我們 這一次比較特別 我們這一次有故事發想的故事發想者 幫忙提供故事建議的 其中包含了趙又廷先生 他這次也加入我們的編劇故事發想的行列 那我們會不停的先把故事結構討論出來 然後再來討論劇本的場次跟內容 會一直進行各式各樣的辯論 然後也會 但是有人會主體幫我們每天 所做的那個討論 編列成一個故事 然後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當遇到意見相左的時候 即時常常 常常邊居有邊居的立場 我有我的立場 然後大家各自的立場說 我們必須要用說服 說服不是 就是我們要說到讓對方可以接受 就是你必須要能夠辯論跟辯證到 你能夠得到所有的認同之後 這件事情才能過關 那當然導演擁有最後的否決權 我有一個最後的決策權 但是我很少用 我很少用到 我記得整個故事我只用過一次 我說我只有一個點 我希望你們接受我的要求 這是我的希望 其他我們都是用辯證的 辯證到讓所有人都接受 我們才會過關 那我是必須要參與剪輯的導演 所有的特效的回收跟那個剪輯 我都會參與在其中 好我希望能夠回答到你的問題 來剛好有個同學一直舉手 沒有點到他對他很不好意思 來來一位同學 好是你嗎 不過你的眼睛長得好可愛喔 來這個給你 所以我給你一個禮物 好請你跟我們分享 你要問什麼問題 就是那個 之前有在Youtube那個 看過導演那個 構測是專訪導演的 然後就是導演沒有提到就是說 國外可能就是要求導演要六部卡車 然後可是導演就是說 台灣這邊可能只有兩部被提供 那就是想要問說就是在台灣 他們還有很堅困的拍攝環境下 就是未來有沒有什麼可能進步的空間 跟一些展望之類的 好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來麥克風先幫你拿一下 因為他這位同學點出一個 我們一直以來不管是電影圈 電視圈 或者是平面 廣告 設計圈 遇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發展的空間 受到很大的局限 然後很多因為受到局限 我們很多很想做的事情 就說算了啦不要做了 反正那麼難 或說算了啦不要去嘗試了 反正會花很多錢 但是因為痞子英雄 因為導演的堅持 給大家更多不一樣的 看到更多的更多的可能性 這也可以請導演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的環境確實是 比起整個大亞洲製作環境來講 這幾年 我們沒有進步就等於是退步 因為大家都在進步 時代一直在改變 所有的製作環境都在我們前半徑 只有我們一直停留在原地 我覺得這是比較危險的 那我們通過跟國際團隊的合作 了解他們的工作模式 也知道他們的工作需求 同時間我們借以此 來改良我們的工作的一個想法 包括我在痞子英雄要開拍之前 我也去了日本富士電視台去觀摩 我希望了解日本人的電視劇 在拍攝的時候 用了什麼樣的一個模式 那我也透過這一次 跟好萊塢團隊合作 跟大國的特效團隊合作 學習跟並且推敲 他們在工作的時候的一些方法 所以像其實像那個 我跟完美觀頭的動作團隊一起拍攝的時候 我就大概知道 他們有很好的創意跟想像 可是他們還是需要一個 一個產業的團隊 而他們自己單打獨鬥 在台灣這環境 他們一樣會做得非常的艱辛 而且很痛苦 因為沒有資源 所以我們就會慢慢的發現 真正的產業是非常重要 沒有辦法單一用手工業的概念 或者是家庭代工的邏輯 去面對電影或電視這樣的一個商品 這是不可能的 而且你如果真的要進入一個大的市場 你真的要進入這個 全亞洲共通的華人市場 你必須要建造的就是產業 你沒有辦法再靠這樣 一點一點的說 自己這樣去打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藉由一面拍戲 一面做建設 然後我們一面學習 一面了解怎麼樣讓自己慢慢的建造成一個產業體 當然我覺得這個環境非常的困難 尤其在台灣 你可以得到的支持是很少 能使用的資源也是很少 但是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信念 你只要相信 你只要認為這是對的 你就得做 不能放棄 不能送手 要不然就會一直這樣 我們再過10年 再過20年 我們還是在這裡 好的 那現在大家不要動 都不要動 不管表情跟眼神不要動 你們的頭 左右看一下你們隔壁同學的眼神 左右看一下 不要笑喔 不要笑 仔細看一下剛剛在聽導演講話的眼神 互相看一下 看完之後 記住對方的那個眼神 因為那個眼神 我們在台下看過去 我們會覺得很高興跟很欣慰 因為代表你們對於導演剛剛說的話 以及你們對於自己身上肩負的這一些使命跟責任 達到了跟我們一樣的感動度跟共鳴度 以及你們知道你們必須在未來 從現在開始 在學校開始就應該要認真學習 認真的把每一個最基礎的這些關鍵點跟技術學習好 因為未來已經不是未來了 你們一畢業之後馬上投入職場就已經算是專家級跟專業級 包含你們手上拿的相機也好 包含你們問的問題也好 都比我們面對到的一些大專生喔 大學生、碩士生跟博士生 問的問題更讓我們這一些長輩們覺得 一定要替你們拍拍手 所以記住剛剛看待同學的眼神 因為那個眼神就代表你們自己 剛剛在聽導演講話的時候 那個心裡面的共鳴度跟感動度 現在雖然沒有禮物要送給你們 但我相信所有的同學應該還有很多的問題要提問 有沒有人想問 不一定要跟毗晶英雄電影有關的 跟你們的未來 或者跟你們的工作 或者跟你們的選擇有關係的 也可以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我們用我們比你們多20年以上的經驗 提出一些小小的建議 給大家在這個人生事業選擇上 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有沒有同學 好 來 譬如 你要問兩岸的是不是 是啊 不是不是 來 你大聲一點喔 所以沒有麥克風嗎 好 來 給你一支 謝謝 謝謝 有了 有開 有開 好 直接講就好 你往上推就是開的 所以說我想要問說 就是像剛剛Jason也說 當演員會一直體驗到很多不同角色的人生 那就是我覺得演員是不是需要很高的情緒治鄉 要不然好像 就是有情緒會有人格分裂為行或是那種 就是情緒調適不過來 喔 這說得很好喔 確實 其實一個演員 你要懂得怎麼樣去放大你的情緒 你要懂得怎麼樣去規復你 平復你的情緒 每個人平復的方式都不一樣 那我可以提供一些我的意見 但是他不見得適合你 所以你必須還是找出來你自己的一套方式 那我跟Sean很喜歡運動 所以運動是我一個回歸我自己 回歸我自我的其中一個方式 那我很喜歡閱讀 這也是我其中一個方式 因為我在閱讀的時候 我會跳進到那個人的角色上面 所以我會在那個情境下 我又會變到那個狀態裡面 那這個是我在拍戲的過程當中是一定要有的 我也會打電動 所以打電動也算是我一個消遣娛樂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是真的每個人的經驗 每個人的方式都不一樣 那我覺得找出來你自己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在座真的有想要當演員的話 也不妨去可以去參加一些像表演的課程 因為這對你未來的工作上面都會有幫助 來 修呢 修有沒有困在一個角色當中 遲遲無法抽離那個情緒 其實會 而且我在拍戲的時候是很自私的 是沒有朋友沒有家人 我只有在那個角色 所以我需要非常多個人的時間 所以我回到家是不想講話的 所以我自己一個人住 然後自己會 可能每天下完戲之後 我會坐在陽台這邊坐可能半個小時 讓自己先恢復一下 恢復到自己的一個生活的感受 然後感覺 然後跟整個東西是要抽離 經得很辛苦 而且 常常會 會 殺青之後 會有很空虛的感覺 因為你剛體驗完一個人生 然後體驗完一個職業 然後 你突然之間 要跟他說拜拜 而且 你是再也不會回去跟他 有任何的連結 跟你的現實生活 有時候會錯亂 有時候真的會 太活在角色裡面說 其實是很 很自私的 就是我沒有辦法去處理太多 我真實生活當中的一些事情 但這要去調整 這需要 家人的支持 然後身旁朋友的體 諒解 然後自己心態調適 那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也是用運動的方式 調適得很好 因為 運動可以讓我去 看到自己 就是 感受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跑步 那我其實在跑步的時候 我的 一直在往前進 但是我的思緒是很慢的 因為沒有人跟我講話 沒有人在 就是在我旁邊 可能想要跟我聊天或什麼 但是我的思緒 就會一直去不斷去思考很多東西 可是我的腳是一直在往前 我覺得這個感覺 還蠻特別的 其實到演員之後 會把很多 感受的東西放大 然後你會去 關心到你身旁很多 可能你沒有感受到的東西 我現在 就很後悔 我以前小時候在 不管是在家庭 還是在學校 還是在生活周遭 錯過太多的一些東西 錯過太多感受 為什麼很多演員 是到了 很年長之後 他才有很多人生歷練 他才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演員 其實都是從 生活當中很多累積 很多情感的東西 堆積而成的 那其實我其實蠻建議大家 就是可以關心 多關心一下身旁的很多人 事物 然後去把這些感受記下來 對於你的人生 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對 而且非常重要的 剛剛這個修文傑森說的 你們都是創意發想者 對不對 你們不是說今天只是 比如說寫書法最靈活人 那樣的字 而是你們是從無到有的 創意發想者 你們更需要更多的 不一樣的感官的刺激 才可以讓你設計出來的東西 跟別人長得不一樣 所以關心身邊 跟仔細觀察周遭發生的事情 甚至是看更多的管 特外毒物也好 或者是世界上的行為也好 是非常重要的喔 而不是只是關在家裡 就在那邊一直畫一畫一畫一畫 畫出來發現 我畫的什麼跟別人畫的差不多 因為你的世界就是這麼小小的 好不好 還有東西有問題 好來 你說 你剛剛問過過 好 要不要把機會讓你別人 好不好 先讓人家 來 什麼說 就是 你當演員 或是當導演工作 就是 如果沒有工作 或是你當時沒有收 那你要怎麼辦 或是你需要副業 這說得很好 因為他們曾經經過很常 那個時間 讓你看休 為什麼現在那麼瘦 那時候餓到現在 剛剛還吃飽 沒有宣傳到沒有飯吃 沒關係 我覺得這必然 其實大家看到可能 都是看到 藝人很光鮮亮麗 然後很 很好像 明星就是很 很棒很帥 然後可以出現在電視上面 其實真的 沒有想像這種明星 光聽導演說 平時英雄拍了一年半 就是從 拍完到後製到上面 還不加前面的就是 劇本構想 然後所有的協調 一部戲是要拍 可能一兩年的時間 那電視劇可能快一點 電視劇也要半年的時間 但是這半年剛出 出道的我們其實是 薪水量低 可能甚至不到22K 是一個月平均下來不到22K 然後你說 能去接副業嗎 當然可以 但是 我自己是覺得有點怪 就是當 我有可能在電視上 打工的時候 可能有講說 是不是那個誰誰誰啊 那我自己會覺得 好像有點怪 而且我相信 我想要 我喜歡演戲這件事情 那 這是畢竟的過程 那我覺得 我一定要 撐過去 然後我一定要 努力過 其實真的 演到一個好的劇本 算 可能 更多時候 是更開心的事情 我覺得 因為 我相信 只要 一個掌聲 就夠了 就是一個人認同 看得懂說 原來這場戲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我知道說你那個眼神 是要表達出什麼 你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 你就會很開心 因為 就像我們自己看電影 我很想跟 可能 好萊塢連心說 我懂你那場戲 是在演什麼 我很想跟他講 對這就是我們喜歡 受到那種 被受到肯定的感覺 就是因為 在那個時候 就會覺得演員 跟觀眾是演在一起的 但是那時候還是 劇組會給我吃便當嗎 好 不要擔心 還是我便當給我吃 只是沒給薪水而已 Jason 對啊 就像是有講的 其實演員這道路 不是那麼容易走的 就像我 我剛出到就是 皮子英雄的電視版 那我們 竹竹拍攝了 八個多月 也就是說這八個多月 其實算一算 再加上錢 這張算的話 我們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這一年來 我其實沒有任何收入 還好 在我入行前 我其實就是一般的上班主 所以我還有一定 穩定的收入跟儲蓄 那我就是靠這個來 整下來的 很苦 對的確是很苦 那中間的時候 我也有想過說 那也不要說 就像是有講的 那我們去打 便利商店打工 或是什麼樣子 確實 也不是說怪 但問題是出在於說 我的時間 可能沒有辦法 迎合拍戲的時間 就好比說 我今天我在便利商店裡面 打工 好 今天店長要完 一三五都要來 可是我禮拜三要拍戲 怎麼辦 我說我要請假 結果下禮拜又要請假 再下禮拜要請假 再下禮拜請假 你再這樣走人 真的 所以 這個工作上 也比較難 再去跟另外一份工作 摸合 如果有機會 當然也 這絕對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一個嘗試 因為 我也認識蠻多的一些新人 他們其實是同個時間 還是有堅持在做其他的事情 那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 這麼做 原因就是 因為 這個圈子 這個 演戲這條路 是他們的夢想 所以他們 為了要支撐著他們的夢想 他們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覺得這樣子也不錯 因為 至少 他是朝著他想要做的事情邁進 那 夢想 的確 有人真的有夢想的味道 所以 你能夠這樣去做 這是你真的能幫我一件事 對啊 我以前在當記者的時候非常窮 我也去做了一些特別的打工 我想說我可以靠我的聲音賺錢 所以 我就去 配0204 我真的有配喔 我說真的 我真的有配 所以你們在接電話的時候 可能是聽到我的聲音賺 我真的有配 我真的沒有開玩笑 而且高能夠一的女生 很像我以前早期配一個聲音 不行 歡迎你打進來 我剛剛有4 我真的有去配 所以 所以 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講 不一定演員是你畢生的極致嘛 對不對 有些人跟你要當演員 他想要做幕後的工作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感受生活 你的現在當學生 你甚至不管你現在有沒有在打工賺錢 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不同行業 帶給你不同的刺激 因為可能你去嘗試了某些新奇的事情 會為你未來的人生 某一天 當你遇到相同的狀況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 比別人更充足 而且準備好的反應 好來這邊同學有沒有問題 好這個男生舉手 你是有聽過我的0204對不對 好 沒有 很好 現場配給你聽 請坐 那個 那個不管 我知道不管是演戲 還是說其他工作方面 一個團隊的融合之間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我相信導演演戲 拍戲演戲演了那麼久 有一段時間下來 那個劇組也算是一個團體 然後導演是如何去融合這個團體的氣氛 然後大家一起努力去完成這部戲這樣 謝謝 欸我在你們同學問問題的同時啊 我真的覺得你們台南高唱同學真的很棒 你看我們跑了那麼多不同的學校 你們的問題真的會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你們問的問題都是大人們的問題 以及你們的問題都是有深度跟有建設性跟 有延續性的問題 而不是只是單純只是問說 啊那為什麼那個誰為什麼要跟他在一起 那導演你會不會未來要再拍續集 或者導演你會不會未來再繼續演戲 你們的問題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要當一個團體當中的leader 他的統譽的能力非常重要 他又不能像老師一樣就是一直叫你們做事情 因為大家都是成人 他又不能夠像同學跟朋友一樣 一直去順著朋友的意思走 這個很重要耶 要請教員回答一下 你怎麼樣讓 而且再說喔 皮子英雄的團隊是來自各國的喔 不是只有台灣喔 你剛剛有問我才趕快去想一下 我剛剛都怎麼處理的 對我的團隊從 三個人到十幾個人到六十幾個人到現在三百多個人 一個居主 我覺得我跟他們相處 有三件比較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我們替劇組的人 著想他們的生活的基本 吃啊喝啊 然後工作應該要得到的尊重 這個我覺得這個基本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個生活上我們必須要考慮到這些細節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覺得 一個理想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理想的目標 這是我跟團隊相處工作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我們知道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一起做到那件事情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還有一個叫身先世主 我是一個凡事都自己投入在裡頭 比如說我覺得地很髒 我會自己去跑地板 怕少乾淨 因為我很怕街場地板在弄髒 然後我一定等大家一起吃飯 然後我一定會盡量在 不影響那個 我一定會盡量讓自己來一般準時 不要當大家的工作 收工的時候也盡量等到大家都差不多確定可以 全部撤退的時候我才會離開 那這一直是我的一個工作慣性 當然不需要這麼辛苦 可是我覺得我跟大家在一起 帶一個劇組有點像帶一個軍隊 也像黨會 其實我們很像 我們很像黨會 就是一群這樣的人 為了一個共同的理念 在裡面賣命 拼搏 然後過著不像人的生活 大家為了只是一個理想 所以我覺得 那個共同的理想 和信念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都共同在保護那件事情 所以這是我們一直可以經歷過 過無數的艱難的日子 沒有睡覺的 沒有吃的 然後天氣輪到零下十度以下 還有在宇宙工作的這些 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行練 就是靠這個理智力 一直在往下支撐 剛剛導演分享的過程當中 有幾個動詞 聽了之後我覺得很感動 第一個就是他講的很多事情 他是生先世主 以身作則 會讓很多的朋友們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賣命給你 為什麼? 因為劇組都是賣命 你看我們早上出門六七點 然後晚上回家可能是凌晨一兩點 我真的把命都賣給你 我把家都賣給你了 因為為什麼我願意為你賣命 因為導演你把你的心給弄我 我感受到你把你的心放在我身上 所以我願意把我的命賣給你 而且再來 我們的目標 不是共同追求的目標喔 我覺得你剛剛那兩個字用得真好 我們保護我們的目標 保護這兩個字很重要耶 你會聽我的奇蹟不要我快哭了 因為保護的意思 我不但希望你的夢想和目標成真 我還要保護你在不受到任何的威脅 跟不受到任何的挫折 以及不受到任何的傷害的狀況之下 我們一起把目標完成 我覺得所有的同學都一樣喔 高一到高三包含是別的科系的同學 今天你們很幸運的跟現在周邊的同學 一起生活在一起 因為我會覺得我們跑了那麼多場校園 你們的思維是讓我們大人都覺得很棒 一定要堅持下去 希望再過十年你們會想到今天下午的時候 會帶給你們很多在這個人生的啟發上一些不一樣的感覺 甚至回去寫在日記上 今天聽完了下午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 哪一些字 哪一些名詞 哪一些動詞 哪一些形容詞 一進到演講的哪一個故事 接成哥哥跟這個修哥哥 修修哥哥 那一個說法會切切實實的在你的人生當中 為你本來要做的一個決定 加了更多的力量 或者是哪一個還不敢下的決定 推了更多的動力 好不好 請問 有沒有人想要給導演簽名 請問 有沒有人想給修 抱一下 請問 有沒有人想跟 傑森 我什麼 你說了我什麼 你說了我就做 我什麼 說垃圾 合照是不是 好 我們現在在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結束完之後 我們讓現場的同學 準備好你們的筆跟紙還有手機 可以跟導演還有接閃還有修合照跟簽名 好不好 最後一個問題囉 剛剛問過了我們就 把機會讓別人 來手放下喔 最後一個問題 手心都放下喔 手心放下喔 手心放下喔 壓身 來 這個 來來來來 我把這個問題讓給見一個 看似很文靜 看似很文靜 不確定是不是很文靜的同學 好 來 以為我在講誰對不對 好 你確定你看似文靜 感覺起來不一定文靜嗎 好啦 是你啦 請說 嗯 都是 就是問一下前面三位 嗯 剛開完第一部 自己的戲 或是做完運動之後 的那個自我 成就的感覺 跟現在 就是可能有 比較專業一點的那種感覺 有什麼不同 非常好 你這個問題我在當記者的時候問過一模一樣的問題 就是 導演還有兩位演員們 記不記得當初自己完成的第一部電影 不管是導演的第一部電影 或者是演出的第一部作品 當時的感覺 已經到現在歷經豐鬆了齁 幾經波折之後 現在在看到自己作品達成之後的感覺 有什麼不一樣 嗯 其實當大人很可憐 快樂跟成就 其實是很容易得到的 可是我們到了這個年紀 我們 不容易感覺到快樂 我看《彼此英雄2》 呃 其實我們團隊的作品 我完成了一個非常艱難的工作 我們做到了一個特別的成績 跟一個突破性的一個電影 可是我心裡面卻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評斷 擔心 檢討 然後 對 我覺得你的問題 讓我覺得我應該要快樂一點 其實我們做到了很多很棒的事情 不管我們接下來還有多少艱難的問題要克服 不管我們成績是不是不如我們想像 還是還可以再好 這些東西不是那麼重要的 我們所有的團隊跟所有演員 應該聚在一起 慶祝我們做到了一個非常艱難的事情 所以 對我覺得你的問題其實是一個提醒 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很棒的 我們應該要很高興 因為我們最早能夠完成一個創作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開心的 好 我們先給導演伯伯用力的掌聲一下好不好 這個掌聲要來自音樂 來到18歲的團結 用這個掌聲除了是要細節導演 跟他的團隊帶來這麼棒的作品之外 這個掌聲的力度也是要提醒導演 跟提醒所有幕後的工作人員 要記得拍電影是要開心啊 拍電影帶給大家的是夢想 拍電影不是讓所有的朋友們 只是值得電影來罵 跟值得電影來批評而已 希望所有的朋友們 可以感受到《皮靜英雄高音》系列作品 帶給大家夢想起飛的這種感動 好不好 好來 接著 我永遠記得 就是我人生的第一場戲 那場戲是恩在 我永遠記得那場戲 因為那場戲會緊張到 完完全全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非常緊張 然後拍完之後 我就會跟導演在聊 然後我整個人非常緊張 他說沒關係 反正你以後就會回到看這場戲 因為那就是你臉書的第一場戲 的確我永遠記得這個狀況 那當然啦 演員就是不斷的在記憶 每個生活周遭的情緒 你可能是別人的情緒 可能是你自己的情緒 你可能會接得到來用 那只是說 為什麼會經過這場戲 因為也是想把警惕自己 演戲就是要很放鬆的去演 因為你不能在一個很緊張 很沒有準備下的狀態下 去演戲 因為你其實不是在演 你是想辦法去做這個角色 你就是這個角色 所以你講出來的話 你所做出來的行為其實就是它 那這個算是我 就這個東西算是一個警惕的作用 那你說有沒有戲我演完之後很快樂 絕對有 因為這個是非常有成就感 很多戲是人與人情感之間的交流 那個交流是當下 你可能沒有辦法馬上抽離的情感 可能是吵架 可能是一個戀愛 你們在談戀愛 那那個當下可能是沒有辦法馬上抽離的 可是那個結束之後的那個成就感 它是永遠會記在你心裡面 對 我覺得 對 這個我 怎麼說呢 我自己是很 很開心進入到這個環境 然後也非常非常感謝我當一個演員 有這個機會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很有表演光 對 所以 感謝老天 感謝上天 也希望你們能夠疫情的最後 施機開 我第一部戲就是 蔡島明治安 然後 那時候 沙千 我記得我們喝了三 一天 大概三次還是四次的沙千酒 因為太開心了 然後 那部戲拍了差不多十個月的時間 其實呢 我那時候真的不懂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認知上的演戲就是這樣 我認知上的劇組就是這樣 因為他是第一個帶我們進來這個行業的劇組 那 我沒有想到 原來我只有喝過這麼一次 這樣的 就是 戲 就是 他很有生命力 然後他 到今天我還是很多話題是留在我心裡 然後 我記得我只有 那一部戲 最後一顆鏡頭拍完的時候 哇 我就好能播 我現在都要哽咽 因為 因為你 後來做很多事情 你會覺得 不如你運行 就是你希望可以做得很好 可是 你會發現 你收到的批評會更多 你很努力去做一件事情 可是 你得不到 你想要得到掌聲 那也是我們長大 我們成長之後要去面對的 因為 很多事情不是 如我們主義 不是 我們想怎樣就怎樣 有時候 其實說真的 我們現在可以去很輕鬆的 做很多事情 就可以得到很多 不管是金錢 不管是名利 但是 為什麼 我們要那麼辛苦 去做 我們真的覺得很想做的事 是因為 我們不能只這樣做事 我們不能只是因為 想要過好日子 然後 我就去委屈自己 去拍一個 我覺得很快樂的戲 其實我自己在看很多 電視區的時候 我自己都很難過 然後很生氣 然後想說 為什麼 這是我們同行之間 在做的事情 為什麼 會如此的讓我覺得 不可思議 其實我自己在看都是這種 心態 而且我一直都不覺得好笑 我們剛剛還在聊 對 就是最近一個很紅的電視劇 裡面有一些很奇怪的橋段 從 對 就是 就是 約了我們舞歌傳唱 然後又什麼 三雕俠儀之類的 我其實真的 不知道那是什麼樣的感覺 因為 我真的不覺得好笑 然後我也不覺得怎麼樣 可是 我們沒有辦法去改變這些事情 但我們只能去創造一個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 我希望可以再跟蔡導 跟我們這些團隊 跟很多台灣 我們自己現在 就是現在即將 不足社會這一代的你們 我們共同可以去創造一個 真正 我們自己會很快樂的戲劇 很快樂的未來 對 就是我相信我們可以做得到 謝謝 真的喔 我們要再次再次提醒 這團隊的年輕小朋友們喔 因為接下來的這個 你們工作環境的生態 它是友善的 跟不友善的 創造者是你們 如果你們對於對方 都是不友善的 以後等到你們這個世代 變成是你們來主導的時候 你們也會跟我們一樣 我覺得 為什麼這個生態環境 這麼的惡劣 跟這麼的不順遂 以及這麼的 比如說互相公結 互相討厭 如果你是用一個很友善的態度 跟一個用欣賞的眼光 跟一個用很鼓勵的方式 去跟同行 甚至是跟你的對手合作 激出來的火花 會是意想不到的成功 而且我覺得我們今天這些大人 要很謝謝台南高商所有的同學 本來以為我們是進來 跟你們分享我們的人生 但是卻不小心 因為你們提出來的問題 讓我們在座的超過已經30歲以上的大人們 有很多的檢討 跟很多的回想 回想我們小時候第一次碰到我們最喜歡行業的時候的緊張 興奮跟期待 已經到現在可能過了10年20年 心怎麼有一點點麻痺了 但是會因為來到了你們的學校 因為你們的笑容 你們的掌聲 你們的眼神 讓我們重新感受到熱的感覺 我覺得你們不要拍手 換我們這些超過30歲以上的用力鼓掌給他們提一下 開始 謝謝你們喔 謝謝你們讓我們感受到 好像要畢業給你一樣的捨不得 因為我們已經很久沒有捨不得的感覺 因為大部分都說 快了吧 下一場我們趕下一場趕快走了 趕快走了趕快走了 上次趕快走了趕快走了 趕快走了趕快走了 但是居然今天在這一場會 有點捨不得跟大家說再見的感覺 再次謝謝所有台南高商的同學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希望未來跟我們更順便的同學 可以帶給我們非常非常多之類的課程 希望未來我們可以在你們的作品裡 謝謝你們 那我們開始喔 要跟導演拍照跟簽名的同學 我們來設計一個位子給你們